蔡英文現在最重要要推動的是什麼 男人政策 他的男人政策就是要這些工廠代儂和學廷 不然他在經營就打工了 男人如果不擔當 兩方他沒辦法對北京 他有什麼擔盤的空間 所以目前的行政他就是什麼 經營人說人話 經營人說幾歲 整你在那邊逛逛 勞工也有五萬 逐風也有五萬 那麼在這樣 當你分析之後 你沒辦法拜託勞工的駕駛 然後你沒辦法萬職祖風的五萬 還要拜託祖風 背叛你去南進導主 所以現在他就是拿一顆折頭 準備要回自己的腳踏 回到老火的老地 這我沒辦法救他 你叫我最辦法 他自己一個營營 在那邊窩平坑窩到老平坑 我要怎麼救 自己衝來的 我們以前這個價早年什麼都有放 後來因為整病成週休二日 所以大家全國一致 其他的不碰到禮拜六 禮拜天 這些所謂什麼紀念日的東西 不要去炒他的政治意義 我們通通停休 這是很好的方法 那只是因為什麼 他是國民黨的行政院提出來的 民進黨看得不爽 現在民進黨玩什麼遊戲 只要你以張善政時代 所提出來的所有的法案 通通退回去 然後撤回 通通撤回去 然後他們再來搶檔搶塞 這窗子 這油窗 這倒菜 才決定要不要送進來 一個法案到底是誰提的 你要管他好不好 你管他誰提的 他不考慮 他只考慮政治 第二個 你說他現在沒有控審嗎 好忙 什麼不當黨產條例 工廷會一直開 促進轉型條例 促進轉型條例說 原住民的促進正義 轉型正義 原住民的不考慮 只考慮漢人的 那漢人的不考慮 只考慮黃民的 你在看什麼 重要的是休假日的總日數 希望各個界 各個職業別是一次的 你幹嘛一下子討好東 講東的話 討好西 講西的話 簡單的問題 你搞得那麼複雜 我看這個政府 整天去歐平看好了 什麼事也不要做了